《欣语移动》 这个传达祝福的流动平台 一点鼓励 一点关怀 一点安慰 随传随到 快点来数一数这个QR Code 下载最新推出的《欣语移动》Apps 免费取迎新礼品吧 《欣语移动》 《欣语移动》是很难的一件事 她的肚越来越大 这么辛苦 我都没有在她身边 和她一起去度过 有时过产后抑郁 我很对不起她 她的肺部已经满匀肿瘤了 在一部车里又咬血了 我的内心是很挣扎的 很痛苦的 我是否要离开 想自杀 我又要死 我为她想自杀 和很多北美的唐人街一样 宏伟的牌坊 是这个华埠的标志建筑 当然不少的 就是富有中文招牌的食饰和商铺 这个就是美国东北部历史最悠久 也是全美国第三大的华埠 波士顿唐人街 在中国中山出生的冯家梁 和初期的移民一样 来到波士顿打工赚钱 都是希望太太和女儿有更好的生活 在2018年 家梁成功申请太太和女儿 由中国来到波士顿 一年之后 因为和太太在中国 只是注册登记结婚 所以家梁决定 在异乡和当时患病的太太 补行婚礼 在医院的花园上居行婚礼 邀请了一些朋友来 去见证我们 是我不生难忘的事 还有医院的员工帮我们 帮他们去选婚纱 我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公司的办公室 我就收到家梁打电话给我 你一会儿过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当时收到那个电话 我自己见到我头 然后告诉她 我将会过去对面的医院 最神奇的一件事 你猜是怎样呢 我头的妹妹是开婚纱店的 原来昨天 儿童医院的社工 打电话去她的妹妹 是叫她捐一套婚纱 而那个尺寸是适合礼争的 那她就着上一件 很漂亮的婚纱 在那个花园那里 她去婚礼 你爱她 保护她 享受和保护她 保护她在健康和健康 和保护其他人 保护她 只要你选择才能活 那我希望 家梁和太太 因为就读同一间小学而认识 毕业之后就各散东西 即使他们出来工作 在一个旧同学聚会中 再次碰面 很偶然一次同学聚会 就开始就产生了感觉 对对方 她家人其实那时候 是反对我和她一起 因为那时候条件不好 因为小时候又不懂事 她家人就反对 那我们一定要在一起 所以我在出国前一年 在台山找一份工作做Sushi 其实我是为后労做Polo 那我要做这一件事 我在这里做 不如我和家人住在一起 所以我决定了和家人住在一起 和他们一起生活 可能是他们和住在一起之后 才觉得产生了有点感情 还有她觉得 家梁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差的 虽然可能条件是差一点 其实是 所以他们就接受了我 家梁成长在一个破碎家庭 父母在她读初中的时候离意 到初中毕业 家梁就开始在一间批发公司打工 后来妈妈再分 继父就申请他们到美国定居 到2014年 家梁移民到波士顿 开始和女朋友分隔两地 我和她其实是很好的感情 突然之间离开 有时很想念她 我都会令到自己很不开心 有时都会情绪低落下 围系就是其实 异地恋是很难的一件事 只可以聊电话 我们聊聊视频 聊聊一些心事 有时节日又要叫朋友送花给她 在努力维持异地恋的同时 家梁也要积极寻找工作 我在这些新的环境生活 又要找一份工作 在一间我现在还在做的公司 其实在那里做其实都是很好的 因为我遇到一个很好的老板 他对我好 所以我觉得融入了他们一个家庭 家梁在二乡新劳工作 目的就是为将来要组织的家庭 打好经济基础 我一出来美国一年之内 就已经回去 立即跟他去当记结婚 我一定要申请你出来 当记之后就开始怀孕 慢慢的脖子开始大 那个期间其实我最遗憾的事情 就是他的脖子越来越大 这么辛苦 我都没有在他身边 跟他一起度过去帮到他 直到宝宝要出生 我都没有在他身边 因为我的机票订了之后 但是宝宝早了出生 所以令到我迟了两天回去 他在那个期间 其实也有试过产后抑鬱 所以在这个期间我就好好照顾他 在中国逗留了三个月 家梁就返回波士顿 想不到两个月之后 太太的脚就出现癌细胞 而且开始扩散到肺部 当时家梁除了回中国陪伴太太 接受治疗之外 同时帮太太和女儿申办移民 最后太太成功去到美国就医 可惜 但是当时医疗保险还没搞定 所以令到我有点烦恼 因为你没有保险 你看不到医生 那搞到我们拖慢了他治疗的进度 那出来美国之后几个月 他就立刻要回到中国 找那个医生去检查 那做了一次检查 说他的肺部已经是扩散了 我们回到美国 立刻要去求医 带他去见医生 住院也住了很多次 每一次化疗都住了一个星期 有一次他的病情就开始恶化 医生已经跟他说 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 因为有种药可能会治疗到 但是百分之五十可能都不会有效的 那但是我们都试 不过去到来试的时候 他的病就立刻恶化了 那药已经是试不了了 因为他的肺部已经满了肿瘤 已经治疗不了了 我的内心是很挣扎的 很痛苦 其实那一刻我仍然还没有接受到 他还没有不相信医生说的 有一天见了医生之后 他就回到家 躺在床上 无故就咳嗽 咳出血 我立刻就送他去医院 因为我都要驾车送他去医院 他在车上又咬血了 我驾车 我都已经觉得 我不知道方向怎样去 是这样冲 因为我觉得很旁忙 很恐怖 我觉得 入院之后 家梁除了悉心照顾太太之外 也都和太太保行婚礼 十日之后 我睡在他旁边 那时候是下午来的 其实因为我整晚没有睡过 下午我睡在他旁边 他无故捉住我的手 他很用力地说话 叫医生过来 我就很害怕地叫医生走过来 医生走过来 就去帮他立刻去打养 因为他的肺部功能已经开始退 医生就已经说明 不可以抢救 因为抢救也没用 我家人就 那一刻就打电话过来给我 我说你们立刻过来 他们就 驾车快点走过来 过来就 见他最后一面 因为很痛苦 因为那一刻就 已经相信 不可以再见到他了 今天 家梁在家里招待朋友 这两个朋友 一个是医院社工 另一个是家梁在教会认识的 他们在家梁面对丧妻之痛的过程当中 给了他很多支持和鼓励 因为他太太离开世界没多久 所以他也跟我透露过 他有些情绪困扰 他很想抒发 他要找对象 我听完他之后 都是用一些积极的说话 就是说希望慢慢来 他有时他会找我 譬如他去到医院 他自己看医生 他特意打网给我 到我出来又会跟他谈谈 他都跟我说 他有忧郁症 我都跟他说 就是说其实正常的 你自己很多的压力 还有经历伤痛这段时间 但是给一些时间自己 不要觉得是很不正常 那时候的状态 就没办法形容 家人都已经知道 我已经是可能会崩溃 因为自己是要带着的小朋友 怎样应该去过生活 我是很担心 未来各方面的事情 每天是带着抑郁的情绪 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就是不出声 有很多时候就是 益着益着益着 甚至会暴发 益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就会暴发 这个情绪病 会令到我的自转心 没有自信 没有希望 就会觉得 我是不是要离开 我要死 会想自杀 那个倾向 但是经历了神的带领之后 不能有这样的思想 自从太太离世之后 家梁开始认真寻求基督信仰 其实太太在患病期间 已经信了耶稣 所以家梁间中 都有陪太太回教会 对基督信仰有初步认识 去追求 为什么我要去信耶稣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信呢 就开始跟我太太 就回去教会 去到太太离开了那段时间 就开始不断地回去教会 就认识了很多大兄姐妹 他们帮到我 和我聊天 有些大兄姐妹 她邀请我 和他们一起上启发课程 那些启发课程 其实是对我来说 认识主更加深入 更加了解她 每一个礼拜 就去见面一次 谈谈心事 谈谈各方面的问题 谈谈耶稣是一个如何的神 他生前是怎样做过什么 所以我更加了解了耶稣 原来是这样 我就解决了我的移民 我就是要相信他 在我心灵上 已经有些问题解决了 所以我一直相信 相信主耶稣基督 是我唯一的神 19年12月份 我就接受了洗礼 我们看到他明显 在参加的课程的时候 他那种积极 和他的认真性 会去了解 他每一次都很早 早十五分钟就和我们开会 想很多问题 他有准备 成为了基督徒之后 家梁开始经历神奇妙的带领和帮助 首先是他的抑鬱症得到舒缓 因为我向神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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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吃了一段時間,是更好一點的 2020年中的時候,都有一個反覆的過程 因為就算吃藥也好 有時自己因為疫情的關係 導致自己開始有反覆 每天躲在家裡 要是睡覺、沒有工作、陪女玩 那時候都是很抑鬱的 因為每天都在家裡沒有其他地方去 但是我一直相信我們主是可以幫到我 因為我這個情緒病 其實是需要運動的 所以我就聽神說,我要去看醫生 醫生建議我,你跑步 不如去做一些有氧運動 我就去堅持每天都跑步 原來我可以堅持再堅持都可以 那我就不斷地去增加我自己的跑步的路程 譬如我今天跑五公里 我後日可能會跑七公里 不斷地去增加 那越遠的話 可能就會對自己更加有活力 有更加好的身體 所以我就堅持 所以我選擇了參加馬蟻童 除了情緒病得到控制之外 家娘也經歷到上帝 為他和女兒預備了一個更好的居所 因為我當時住在另一個地方 我就在想,我想回教會 我不如搬去一些好一點的地方 我可以有時方便我照顧小朋友 還有我可以回到教會 我填了一張表 我想去申請其他住屋 我遞了紙之後 我就不斷地去祈禱 因為我想住那個地方 真的很神奇 前一晚就祈禱 過了一早就有個電話打過來 跟我說 你們不如過來看看房間 這樣我就很急便走過來看看房間 原來這裡就是我想要的地方 在她申請到低收入房屋 就給她這個地方 而是方便到她在這裏 她之前那間公司的壽司店 又在這裏附近 而朱莉亞的日子 又在這裏附近 然後教會又在這裏 她自己說很感恩上帝 能夠為她安排所有方便她的 在生活上方便她的 同時又能夠給她一個宿令的家 更加追求上帝 而在工作方面 上帝也一直祝福她 雖然有種種限制 令她不能夠全程投入工作 但是神的恩典 卻超出家良的賞望 我帶著情緒病 這個病是上班的 因為都要上班要賺錢 半天半天這樣 我沒辦法回到一天 有時候要照顧女兒 因為老闆也是對我很好 很體諒我 有時候我需要照顧女兒 都要 你可以離開一下 老闆就很好 你幫到我 其實她鼓勵我 她給一間店去打理 甚至她給我股份去做這件事 是神安排 雖然我老闆他們是未信主 但是我跟神說 希望自己可以做一個很好的爸爸 可以做一個很好的人 又堅持做這份工作 經歷了上帝的真實 家良很積極 和其他人分享耶穌基督的福音 希望他們都找到生命最終的倚靠 何姑娘她介紹了一個朋友 都是我們鄉下的 都是做Sushi做日本餐的 跟我一樣的工作 所以我們有很多話題 聊 她老婆因為跟我太太一樣 離世 都是因為有Cancer 我們新同感受 我可以感受到她的心 她都能感受到我 所以我們有很多話題 可以聊得迷 但是她信仰這方面 其實沒有辦法迫的 但是我覺得她是需要神 依靠神 我們有時說 主耶穌又想啟發課程 我相信慢慢會帶領到她 去相信主耶穌基督的 她有時遇到一些初信者 或者是未信者的時候 她是將自己一些見證 或者是自己一些經歷 是表達給對方聽 從而去告訴她 最終她的原因 因為有主耶穌基督 看到她很投入 去帶身邊一些朋友 去認識耶穌 很感恩她也有介紹到一些朋友 給我們認識之後 那些朋友都信了耶穌 對於我家人 她們也未相信主 但是感染了她們 如果我慢慢地帶領她們 她們就會相信主耶穌基督 這個已經開始 因為她們慢慢回教會了 不論混在什麼的悲傷時機 她天天都跟你語一氣 我確信以愛心看海會倒茶 找到傳機 現在畫四身的定何時期 定算後分分鐘出心的 我願意混亂你 從不須等某時機 如果我不認識耶穌的話 我是一個很爛散的人 自大、橫衝直撞的人 仍然是一個很沒用的人 沒有動力、沒有方向 一個失敗的人 太太離世變成單親爸爸 喪偶之後患上抑鬱症的馮家娘 在苦難當中遇見上帝 令到原本絕望無助的她 因著相信和依靠耶穌基督 得到面對前路的勇氣和力量 我自己又經歷情緒病 直到又回自信又回活力 又給我健康的身體 所以覺得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 多謝大家收看《恩雨之聲》 如果想更多了解這個節目 歡迎打來我們的熱線電話 3106-4444 或者瀏覽我們的節目網頁 3106-4444 各自信心